这个铁头在靖国神社面前商量 首先对日本而言的话呢 我就说这是他们最有应得的 谁同意谁反对 谁让你这个靖国神社在当年抗日战争时期 把那个残害了无数我们祖先跟同胞的那几个 甲级战犯的这个牌位给供奉起来的 你关键还老有日本首相咔咔去参拜啊 说明这个民族当中有些人啊 不光是习惯作恶 你关键作恶之后还不反省啊 你这不光我们中国人了 韩国人也干过类似的事情啊 就是报应嘛说白了 有什么好说的就天道好轮回嘛 是不是 当然这个事情你话说回来啊 日本该不该遭到这样的这个报应是一回事情 而铁头这样的这个行为 该不该被我们去鼓励呢 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你看我的想法啊 这种行为照我这儿我不鼓励 我的理由很简单 你中国去年去日本留学的这个学生 总共是有三人四万 三人四万多了还 你试想啊 你从民间到政府 如果说我们从今年开始 就鼓励铁头这种 这个涂鸦杀尿的 那你就告诉这三十多万的留学生啊 你们出去之后 你别光埋头学习 别光埋头谈恋爱啊 大学四年一定要去 晋国神社走一走啊 杀一次尿啊 涂一次鸦啊 为国报仇啊 好了 每年尿伤三十万次呢 晋国神社确实变 名副其实的这个厕所了 但是我们中国人成什么形象了 国际媒体咔一些标题 中国杀尿大军 淹没什么晋国神社 晋国神社确实是更臭了 真成厕所了 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形象 是不是也被污染了呢 你就因为晋国神社这么一个粪坑 让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形象 也成粪坑的话 是不是划不来 尤其是你现在去日本留学的 这个弟弟妹妹吧 真把这个话给听进去 我不鼓励你们去 在那里撒尿涂鸦 如果实在想表达 那我给你们治个招 你就在那里面拉个横幅 拉个横幅我是支持的 标语我都听你们想好了 晋国神社是人类文明的耻辱 军国主义 日本军国主义是世界的灾难吗 拉完之后你拍个照 完是到社交媒体 你表明心机 就可以了 抗议完之后回去好好读书 学好技术 然后回到祖国来 报效自己的这个国家 最终助力国家的综合国力上 全方位的去碾压日本 这个一定是要比这个 在晋国神社撒尿 更能够搓通日本人敏感的神经啊 因为很现实啊 因为你现在任何新闻啊 只有七天有效期 你这两天你别看铁头事件 确实也把日本人搞得群情激愤 但我们顶多也就恶心 他们一个礼拜 是不是啊 你一礼拜之后的话呢 哪怕日本国的那些年轻人 那也开始追其他热点去了 不再关心这个事情了 但如果说我们能够在经济上 文化上 政治上 不断的有超过日本的这个事情 给做出来的话 尤其是当他们引以为傲的 那些资助产业 他的这个饭碗都被我们抢走的时候 这就能够让日本人呢 彻底崩溃 你比如说典型的汽车啊 是吧 中国人不买丰田本田了 开始买自己的这个华为比亚迪了 你就在经济国力上去操他 他最受不了 这是他的软肋 大家还记得14年前吗 也就是说2010年的时候 那年我们GDP正式超过日本啊 日本人当时的这个反应 我可太清楚了 很多媒体当时出来的这个反应 第一个反应就先指责 我们这个数据是造假的 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嘛 所以说就要说你是造假的嘛 然后呢 2011年 12年 13年 我们中国速度后来越来越快 起得越来越猛 跟日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日本人一看这个数据造假论 他不成立了 站不住了嘛 于是又像精神病一样 开始炮制什么中国崩溃论 那会儿开始你去日本书店 看有大量描述 这个中国崩溃的那个书记啊 销量可好了 是吧 咔咔日本人买来 就是自我催眠啊 但再过来几年呢 发现中国的这个经济 还是摟不住 越来越好 这个时候日本国内就开始 有一些清醒的声音冒出来了 劝日本国民你们行行吧 中国没有崩溃 反而是我们意想出来的 这个中国崩溃论呢 崩溃了 所以说就这么几轮 心理斗争下来的话 日本现在很多人看中国啊 已经有点那种不置可否 或者说是就得战战兢兢的 这个感觉了 所以日本人真正大的这个软肋 在这个地方啊 你唯有朝着这个地方去猛攻 去猛打 才是最大的报复 才能够呢 长久的给予这帮人呢 带去持续的不痛快 你说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